看了可能每天三四场吧 所以也挺多的 也学新的项目啊 然后体验不同的运动 我觉得挺开心的 尤其是作为冬季项目的人 能看到夏季项目 夏季运动员的训练 包括赛前准备 也都是很有趣的 我最近看到了 陈龙禅和陈雨昕的 女子十米跳水比赛 太精彩了 看见他们把这块金牌拿下 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我之后也跟他们聊一会儿天 感觉他们人很好 好可爱 同时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了 我们中国队新破的 亚洲纪录游泳队 我也和我的朋友张雨菲 打了一个招呼 感觉非常开心 觉得他们游泳真的太棒了 所以看这些比赛 感觉非常骄傲 然后能为中国家人们加油 也是我的荣誉 我上个礼拜看到了滑板比赛 也看到了中国这次 巴雷奥运会 最年轻的一个运动员 也在女子滑板中 拿到了第四名 所以我们也在那儿 给她跟她加油 我过几天8月9号 将和国际奥委会主席 President Thomas Bach 一起去看霹雳舞 女子决赛 我其实非常期待的 因为自由胜滑雪 我一直喜欢 因为有自己的风格 能表达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运动 比较有特殊的一部分吧 从霹雳舞和滑板中 也能看到 我比较爱的个人风格 自己的范儿 所以很期待能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